同样跟观光有关的讯息 去年市府新闻处推出了第一季的全员来气头大受好评 现在新一季的节目即将要在这个月的19号正式开播了 这一次的主持阵容依旧非常的坚强 是由六位高人气的Lami Girls带路 要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桃源 第二季的全员来气头又来了 这次要带大家一起好好玩桃源 游人气啦啦队女神Lami Girls 带大家一起体验13条主题旅游路线 19号正式开播 每周五晚上6点半 在北桃源有线电视第四频道播出 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迈入了第二季了 我们透过Lami Girls带着我们 玩一片桃源式的所有的旅游景点跟大街小巷 那我们做过第一季 我们已经把各乡镇的都介绍过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要看得更多元 更深入十大的旅游路线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夜景跟观光工厂的路线 再来就是说我们第二季还特别企划 推出了市长的严选路线 由市长郑文燦带路 分享他的私访景点跟美食 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让我们桃源的乡亲对我们桃源市更了解 也可以推广我们桃源市的所有的深度旅游 去年第一季全员来七头受到广大观众热烈回响 今年再以多元面貌推出第二季 由高人气的六位Lami Girls 以主题旅游的方式带大家体验多元风貌 名人魅力的桃源 要带大家玩片十大旅游路线 还要带大家去看业绩和观光工厂 那今年呢我们将从8月19号开始 推出全员来七头的第二季 那跟第一季不一样的状况是 我们这一次呢结合了13个桃源的特色主题 有文青之旅 也有这个滨海的休闲游 那甚至呢有郑文燦市长推荐的私房景点 那欢迎大家跟着Lami Girls的脚步 那每个从8月19号开始 每个礼拜五的晚上6点半 那来锁定这个第三台第四台 南桃源的朋友锁定第七台 甚至可以到YouTube上面 搜寻全员来七头 我们一起来感受桃源的美好 这个感受桃源独一无二的闪烁 这一季节目还特别企划 市长严选路线 由市长郑文燦带路 分享他的私房景点和美食 想要和Lami Girls以及市长 一起体验桃源好玩好吃好旅游的地方吗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全员来七头 桃源新闻冬玉飞是否采访报道